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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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回來,來到節目的第二節 這一節我們談談另一場的一級賽 董事杯 這場賽事聲光吐吐,馬王混雜 馬王、紅心威龍 加州馬尼這些級數都在這裡 一匹香港一里冠軍 現在一匹香港杯冠軍 又交鋒了,兩匹馬 怎樣稱發呢?哪一匹先 我覺得始終是紅心威龍 始終是千六米的根據 真的很多 上一次那場國際賽 一里賽賽前也說 有一點輕微不來,不來於行 但是後上第七、第五 都可以一條直路衝上來 表現真的很急 始終是馬王的紅風出來 Brian,這隻咬不咬頸? 這隻真的沒得咬 沒得咬 沒得咬 超級棒 馬王就是馬王 馬王就是馬王 恆心威龍當然,公認一定是馬王 而且現在好像跑完千六米 也挺有信心,挺有把握 之前擔心健康出過問題 最近更加積極 我猜不到好像有個試襲 雖然躲在後面 但走勢都可以 好了 紅心威龍以外 通常都是 宿敵看哪一隻 現在宿敵越來越多 之前就軍事攻略 現在就多了 多了一些精彩日子 加州萬里其實一向是宿敵 那幾匹宿敵 當紅心威龍 又順利再贏一次 那經常都是爭議 第二幾籃的宿敵 經常換位 這次換哪隻下去 會不會不再是精彩日子 加州萬里始終跑千六米 真的很難 在形勢上 因為加州萬里之前 跑二千米 大家都看過了 其實它的跑法已經有彈性 有時出閘夠快 其實放前走也可以 二三位也可以 二三位 只要不要放頭走 大頭是出字的 但千六米始終彈閘的要求更高 在一里馬 其實它們出閘的反應 會比二千馬更快 就算它反應很迅速 出來 它這次排十四多 很難跑 而且千六米的步速 亦會更快 它能否跟到 也是一個成問題 如果跟回過往的紀錄 它通常都會放後一點去跑 去到直路 那段Dash 又未必夠紅心威龍 這類馬去鬥 所以在這場千六米的形勢 它不算是最好的一匹 好像怎樣計算都吃虧 但是變速力上 好像加速 我想它就有 但是會不會覺得 它每次都比紅心威龍 大多分時間 它始終因為真的早段立 早段立 就是落腳比較慢一點 它後面再大力推騎 蔡明少 硬工推騎 才真的有反應 所以我認為它千六米 始終短了一點 所以這場 可能精彩日子 又會升高一點 不過 最慘的 今天排位 又出了一檔 那它的跑法 可能就是… 這要考考偉達的騎工 就是… 流放至於 看看是怎樣 我有點擔心精彩日子 它當然 對比紅心威龍 或者加州萬里 通常它是放在前面那一匹 但是如果大家細心一點看 其實每次起一步 不久之後 它通常不會在前面那一堆 在中間 或者是較後的位置 而每次都要達少老人家 就不斷逼著它走 即它屬於這種馬 它一檔 其實未必一定會幫到它 是的 而且看過往的賽職 其實今年和紅心威龍 其實都互有勝負 但是所謂的護友勝負 其實它贏紅心威龍那一場 都有一些讓榜的優勢 所以其實如果兩匹馬間 它始終都處於劣勢 而且它的跑法 也都局限了它在這場馬的表現 其實我沒有指望它贏得回紅心威龍 即是上一次 你看到潘頓過它的姿態 都可以這樣 但是又倒轉了 精彩日子和加州萬里 始終是一隻就放在前一點 一隻就放在後一點 我相信它們應該差不多位置左右回來 但是哪隻會先呢 如果真的要再側微調一點 要真是看看步速 看看步速形勢 但是看來這一場也有步速 因為有這麼多匹馬 是放頭飽的情況下 似乎加州萬里的機會 會比起精彩日子 可能會更加高一點 但是精彩日子 這場有些隊友幫忙 有些楊明飛飛 宿龍那些幫忙 這場上 楊明飛飛這匹馬 基本上都是流後一點跑 上次它的跑法 李寶瑞也是他騎 左穿右插 它根本一邊都打不到 但是它的余勢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如果步速這場馬 是比較快一點 它這場也會有機會殺進來 宿龍又怎樣 其實宿龍經常有些 心不可測的感覺 好像還未完結 當然了 上次比起人標誌贏了 但是 當然覺得他還會有些進步空間 這場賽事 有沒有進來的 對呀 如果你說起宿龍的 心不可測 其實它的感覺 有點像去年的精彩日子 你看到嗎 因為去年的精彩日子 也是這樣 在一群的洋賽 經常背重磅 跑進來第一、第二 今年的宿龍 其實過去的三場 都交回同樣的正正 他做到同樣的事 對呀 又是1400 step up去1600 其實這匹馬看 在1400的表現 最後仍然有力 你再跑多200 完全不是問題 如果相比之下 我覺得宿龍 剛才的狀態都很不錯 三個禮拜之前 那場的華雙會挑戰盃 都跑得很好 我想在相比來說 你說要贏到洪森威龍 我想要求真的太高 但是在那個狀態上 有點先機 始終因為洪森威龍等等的好馬 他們都等了五個禮拜 才要再出 那狀態上 看看會不會拉近大家的形勢